中国香港游泳队选手杜敬谦 3月19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训练期间猝死 终年26岁 4月6日杜敬谦追思会在香港体育学院举行 现场用白色鲜花布置配以柔和灯光 中间位置摆放杜敬谦的遗照 大屏幕播放杜敬谦生前比赛及生活照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等多人制送了花牌 杜敬谦的父母杜安李夫妇 杜敬谦的女朋友邝嘉仪接待前来悼念的亲朋好友 许多人在场止不住的哭泣 会场外设调研册供出席者签名 调研册旁边放有多张杜敬谦生前照片 以及调研卡片 还配有一幅杜敬谦手工画像 展现他生前标志性的暖男笑容 大多数出席者身穿黑衣 排队写下悼念的字句 杜敬谦生前已被评为2018年香港杰出运动员 但他突然离世 三月的颁奖礼上 他的奖项尤其教练陈建宏代为接受 陈建宏接受采访时多次哽咽 表示沉痛惋惜 味道场的著名运动员孙杨 也向他表达了对好友杜敬谦离世的悲痛 陈建宏认为杜敬谦是香港难得的体育健将 他灿烂的笑容和积极乐观的态度 会涌流人间 这还有一个运动员一个顶反 他无论从生活分离中 悲惨的态度 何难给予到有更好的运动员 从他身上 我会看到好多好优秀的本质 原委澳大利亚华人的杜敬谦 被称为中国香港队入籍飞鱼 强项是100米自由泳 即200米混合泳 2017年杜敬谦开始加入中国香港游泳队 当年和孙杨组建浙岗队参加第13届全运会 获得4成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银牌 这也是香港泳队全运会首枚银牌 杜敬谦2018年又参加印尼亚运会 他入籍短短一年多 已经刷新16项香港游泳记录